一年又一年陪您看春晚 陪您过大年 我们在新闻频道继续陪伴大家 哎呀我们已经度过了四个多小时了 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而此时此刻大家看到我们的演播室 又是蓬碧生辉 因为我们的两代中国好声音 都做客了我们的节目 我们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有三位是我们春晚的长青树 李光熙老师欢迎您过年好 欢迎您 蒋大梅老师欢迎您过年好 佟年金老师过年好 还有我们两位音乐剧的演员 一位是阿云嘎 欢迎 还有郑云龙 可能这个舞台对于两位音乐剧的演员 或者说对于春晚的新人来说又不一样 一号听其实是很南亚的一个舞台 按照专业术语来说 很齐声的 什么感觉 第一次打出嘛 然后就可以跟各位老师一起 然后演唱一首这么有意义的歌 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荣幸 那站在这个舞台上来唱这首歌 你们内心浮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 就无比激动 然后无比荣幸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的前辈们 带着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些歌者 站在这个神圣的舞台上 一起为祖国去献上这份厚重的礼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很感谢这个时代 所以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 春晚会变成一个新的起点 是 对 因为音乐剧可能目前的普及还没有那么的好 我们经常会说让大家走进剧场 我们要拯救音乐剧 其实我特别不喜欢拯救这个词 但是因为音乐剧确确实实并不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 没准这个春晚的舞台你们一亮相 大家就知道了音乐剧演员的魅力是什么 他们在唱这个歌的魅力是什么 我今天听到那个新闻 就是全世界一百七十多个国家 五百六十个电视台转播咱们大家觉得 是的 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 所以 世界之最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观众也特别特别想听 你们内心对于2020年的愿望 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愿望都不一样 那 云卡 对 我们俩现在从2020年其实还是在音乐剧的道路上 因为让所有人认识都是因为一档节目 我们通过音乐剧让更多的人认识 所以我希望我们还是继续下去 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然后把更多更好做的做法 学习里的 音乐剧 音乐剧是现在最时髦最时尚的最受欢迎的新的一剧 是的 所以他们感受这好事情又有才能前途无量 谢谢 谢谢这道理 对 新的一年前程四季 谢谢 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在春晚的舞台上能够演一段音乐剧的作品 来个精彩的片段 是 是 这个是我们一支 我相信会有机会 对 而且最好就是我们国内原创的音乐剧 是的 而不演那些柏来品 是 那刚才我的耳机里啊 各位艺术家 我们的导播 事与我说我们所有导播间的编辑和记者们都有一个愿望 想让我问问各位 能不能你们来一个什么阿卡贝拉式的我的祖国呀 轻唱一点点好吗 哪怕是几句都可以 我们太想听你们美妙的声音 就除了唱那个 就刚刚那一首 我把 我把 是唱这个亲爱的 我把 就是这个歌或者是 我和我的祖国也可以 我的祖国也可以 咱就是 就这首歌吧 就这首歌吧 因为他们练得不讲 我把 我把歌儿献给你 我把 我把 起个叫 您 您 您请一个 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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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儿 献给你 可以了 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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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 献 给你 亲爱的 中国 亲爱的 中国 亲爱的 中国 我把 我爱你 我爱你 什么是入耳又入心的歌呀 是是是是 谢谢各位 也祝艺术家平安健康 谢谢 带好口罩 回家吃点饺子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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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谢谢